后队的扫踢中单位的扫踢比赛里面会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战术来不相同的使用这种战术的能力 说到目前为止啊一个正架一个反架但是打法都非常的相似 没有他的签法而且他的扫踢还没有完全的发力的 我跟你说我们也看到这个西迪拆他也就说想象的发力那么狠 是的不像亚三和来的 我们来看看西迪拆中这个马拉雅的第三第二回合 他一直在做动作很少有动作能够完全做很清晰 记得当时的亚赛克莱就把他选拳出来你看开始了 连续的连续的这时候马拉特他的那种一段位的扫踢要看似很简单 这个西迪拆的这种进攻的线路 第二篇肯定输了 那到第赛区该发力的时候这个能力腿都非常的清晰 这都不够在很清晰的打击进去 你看看现在那个马拉特的这个破解了马拉特之后 这场比较普通的早 双方已经到了 就说明他还有上升力 这时候背后的对攻 马拉特 尔瑞克和这个苏伯伯邦 但是谁能最终竞资决赛 我还更加看好 这个维克多和这个奇迪拆 是的 比赛结果红放射 马拉特 成功 挺进四强 都肯定是 刚才匹奥 这时候 我们有什么东西